轻轻是916 龙元电力 因为上个星期尾也跌得颇多 这个朋友就叫我要努力 他15元买入的 我不知道是近期买还是怎样 如果是近期买 可能一个星期左右 就已经亏了一成左右 15元买入 他说他现在要不要走呢 我觉得其实在龙元电力的角度 都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range range 大家都要小心 他刚好是跌穿了近半年的密集区 这几天跌势是相当比较急 所以我觉得如果跌得比较急的话 我觉得可能trend如果买得破了的话 你是更加难走的 在纯技术上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有部分的反弹 有少少反弹的话 可能就不要求这个打和了 可能是少少这样 然后给回去 在另一只股票赚回 老实说也不是太难的 而我们就说在基本面的角度 暂时就不太看得通 都会有什么太特别的问题 因为作为封电的龙头 其实盈利的增长也相对是可以的 第一以我们经营经理的经验 就是说 因为你要明白 龙元从去年的2021年9月 到今年一大段的时间 其实都是上不破 严格来说上不破19下不破14 他这段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 中概股灾难 美国灾难 这个 经历了这么多股市灾难 都会伤他不死 近期美国又有少点复苏 港股又不是真的差得太极端 你反而跌穿前面的半年 白头的底部 我已经在那个角度就觉得 应该是有些大型的投资者 知道有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他宁愿 在牺牲半年的区间 他都硬要扔出去 所以你都可以说 近期是由 之前排行大市 到现在是跑输大市的股份 我觉得在技术上面 如果再失手 就是说只要是失手14元 是几天都上不下的话 其实在technical里面 我觉得是挺危险的 所以投资者要注意 好啊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